欧美股市昨晚又补账了 美联储决定加息75个几点之后 为什么全球股市跌反账呢 你有没有感觉也是非常不可思议呢 昨天亚太股市出现了 大多数都下跌的情况 今天也会补账吗 大家好 我是HOME的陈小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每天中午盘减评的节目 我们先看一下美洲啊 美洲昨天就表现的比较好 尤其是纳指这边大涨了4.06% 标普也涨了2.62% 道琼斯这样的就比较少 到底为什么美联储决定大力度加息之后 美股不跌反账呢 基本上这种现象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是吧 嗯 然后欧洲的情况 欧洲的情况 昨天呢是 等一下 欧洲的情况昨天也是基本上都是普障的格局 嗯 上来看的话 欧洲的情况 基本上现在目前全球又风向又开始有所转变 对吧 亚太股市今天也是有普障的格局 降比较多的是越南 泰国 菲律宾 印度 跌比较多的是红丑国企指数 当然跌不多啊 也就是目前在跌住的 马股呢 恒生今天有小幅回调 马股今天表现还可以是吧 至少是在 前十里面 嗯 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加息的事情啊 其实每次都是这样子 对吧 所以今天晚上如果美股还涨的话 说明这个加息对于投资者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了 对吧 如果今天就大跌的话 那说明还是会有一波调整啊 所以说不要光看当天是怎么样的 对吧 呃我们来看一看马股 马股今天其实就表现的比较强势 尤其是在早盘就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种 上涨 是吧 啊 很快就突破早盘高点 你看就非常强 对吧 啊 这边多方非常强势 到十点半以后呢 有所收敛 但是下午呢 很长时间都可能是以震荡为主 如果下午就就跌破 黄线就下来了啊 就不太好 最好能够突破 早盘的高点 还有可能在一起往上走 对吧 从趋势角度来看呢 目前还是属于上升趋势 浪性结构来讲呢 属于第五浪 是吧 属于第五浪 完之后呢 就要注意啊 今天有出现红柱 也就是外资有开始增加 对吧 这是比较好的现象 然后我们从60分钟图来看的话 出现了加速的三升 加速三升之后 目前呢 在60分钟图里边 有出现阴阳相隔出现的规则 是吧 所以下午的第一个60分钟呢 容易出现 什么呢 阳线 如果说阳线是对的 如果说是收了阴线呢 就代表开始回落了 嗯 是这样子 然后如果说连续收两个阳线 就是有往带起 是吧 连续收两个阴线呢 就开始有回调的这种概率比较高 从60分钟图来看呢 这个外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这是有进步的地方 当然我们前边有谈过 它对阻力的问题 是吧 接近到白线的位置 嗯 目前是靠近白线了 对吧 所以说阻力位在什么地方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彩虹来看一看 然后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确实比昨天要强了 一上午过去了 已经有559只股票上涨啊 239只股票下跌 371只股票平盘 从行业来看呢 几乎也是全部上涨的啊 只有这个Healthcare没有上 指数最终是涨了12.23 涨幅的0.83 这样来看就相对比较强势 天上比较多的是technology 但是它的这种上涨的跟纳指来讲呢 就成正比 energy反正涨了2% 那按照我们讲的这种情况 今天technology涨2% 或者三四%以上这种概率呢 它是能够显示出纳指的上涨 对于本地科技股的影响 plantation涨1% energy涨1% 科技 construction还有consumer 涨都不错 油气股这边呢 就走过了下跌的五浪之后 是吧 目前在开始上涨了 今天的外资也开始出现了 所以说是比较不错的一种情况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它analogy这边呢 今天是大幅高开 但是没有高短 目前有跌破狂线 但是外资这边呢 还是有增加的 construction这边呢 今天外资增仓比较明显 并且已经突破了这个平台 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另外呢 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下降趋势 对吧 从这个地方开始已经 摆脱了下降趋势 对吧 比如说目前在走一个上升趋势 Industry这边呢 前面也是 盯过了一段时间下跌之后 是吧 最近有强势上涨 最近的表现是 外资一直倾向于在增仓 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事情 从今天的plantation来看呢 有发力啊 整个指数没涨太多 但是说很多个股起的不错 现在是接近到阻力位的位置 接近到阻力位的位置 所以说要看一下 接下来是否继续往上突破 是吧 今天外资也是有进来了 Telecommunication的话 请问我们也说 它一直比较强势 对吧 然后现在你看 它基本上属于什么点呢 基本上属于 已经突破回台 确认完了是吧 今天的外资啊 包括昨天外资已经出现了 Race这边 今天是高开高走 它显示比较强势 但是外资比较增仓 这是不太好的现象 这个TGT呢 是高开啊 是低开高走 下边的外资 其实从昨天开始就出现了 今天继续上涨 Property这边呢 也开始有所表现 然后Consumer呢 就表现得比较强势 尤其是在金叉之后 是吧 然后它甚至比指数还要强 Final Service这边呢 就是今天有冲高回落 但是外资还是风仓的 是吧 接近到前期高点附近 也要注意一下 Transportation这边呢 就稍微弱势一点 Healthcare的话 应该是最弱的 虽然说弱 但是说这个外资比例呢 就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近两天的外资比例 没有再增加了 UTT还是比较强势的 通过今天涨幅网来看 上升的 上升超过18线的股票 是21只 整个上午过去了 是吧 下午如果这种情况 持续的话 有望突破30只 通过第一幅网来看 下跌超过18线的股票 只有10只 这样的话 多方略占上风 多方那个明显的占上风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现象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涨不错的 这个068今天有起不错 是吧 外资增长比较明显 但是它目前来讲 也是跌了蛮多一下 因为说 之前也有偶尔出现过 暴涨是吧 看它是否能够持续 5164这边呢 今天也是增长比较明显 主要是外资有增加比较多 0094啊 昨天有出现 出现主席筹是吧 0034这边呢 今天继续保持强势的上涨 外资比例还是有增加的 在突破前期高点之后呢 今天没有出现回撤 但今天没有结束啊 结束之后 如果说回撤的话 是最好的 因为回彩下回更加健康 721来讲的 还算是比较强势的 今天外资增长也比较明显 7935今天大幅上升 外资有出现 今天也第一个红圈了 哇 今天6998也是张的比较不错的 外资增仓也比较明显 你是不是选对了股票呢 对吧 你的股票也没有炒价带增仓 或者外资带增仓呢 你买入的点是不是正确呢 你现在有没有赚到钱呢 很多人可能还在观望是吧 还在看 其实我们的学员每天都在赚钱 你看 这是今天 今天是把031赚了是吧 这少小赚也是赚啊对吧 你看这是买7219分买的现在1毛1 然后这个是sam买的是吧 赚2000多 然后5184对吧 我们昨天预料他会下跌 今天真的跌了 然后今天早上做988982赚了1300对吧 然后以及做这个BGFood 你看赚了2300多 然后以及这边啊 你看一下 这就是最近已经在跟着我们学东西的啊 也在跟着我们学的这些朋友呢 能够取得的成绩啊 以及通过我们这个学习呢 他有一些改变 到底怎么改变呢 是吧 你看 以前我对股市的关键是赌博十足九书 甚至清下荡产有恐惧 希望能正量能维持下去啊 我们通过这个富函课程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心态能够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 是不是 如果说想学习更多的话 可以加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复盘课 每天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 想报名的同学呢 就可以发送你的全名 到这个011-115-453 这个WhatsApp这边可以了 好吧 如果说你想获得一些及时的资讯呢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谷歌讲卫学习频道 对吧 你可以怎么办呢 嗯 发送一个TL过来就可以了 好吧 因为像0043啊 以及745啊 还有这个015啊 在之前都有出一些消息是吧 如果说你有 在这个里边看到的话 你就收益了哦 是不是 好 如果说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呢 订阅一下我们频道 我们明天再见 想听复盘呢 今天晚上七点半 再见 好吧 了吗 我来儿子 我来儿子 我来儿子